本期分享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山村 老铁是一名返乡的农民工 整天在家无所事事 有一天 开摩托车拉克的弟弟被杀 身上的钱被拿走 摩托车也被开走 警察很快查到了凶手 是陵村刚醒满释放的萧强 在他家里发现了凶器与摩托车 人已没有了踪影 老铁到了萧强家 家里只有他母亲 警察说会接着追查 为了尽快不按 还悬赏了一万元 但不能确定什么时间能抓到凶手 老铁决定自己去追凶 他先来到重庆 找到之前的工友 工友答应帮他一起找 他们拿着萧强的照片到处打听 找了很多天 也没有一点线索 工友问他钱够不够用 不够自己可以帮他 老铁知道 工友吸毒贩毒 也没有多少钱 就没有让他帮 有一天 工友让他去指定地点送毒品 他刚把毒品放好 就被警察发现了 警察说 只要交钱就可以放了他 他就把所有的钱取了出来 拿到钱后 警察果然把他放了 他跟踪警察到一个超市 警察出来时换了便装 他感觉这件事有些蹊跷 回到住处 发现那些不是毒品 而是白糖 他被工友算计了 老铁气愤难耐 把对方的头打破后 就离开了 五年前 我最后一只大工 就在双西镇 在那儿 我和一个女的号楼 后来她坏了云 要和我逞家 我再回来 再也不刷了 到了双西镇 他先与前女友亲热一番 还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又开摩托车来到内蒙 找到了肖强之前的御友 御友没告诉他任何消息 这时他已没有了钱 就把摩托车买了 回到了家里 派出所知道他外出追凶 还送来了一些钱 他听说 肖强在山西煤矿 就想过去 可他的钱不够 就把家里的羊卖了 他没有摩托车 就想抢劫了一辆 在抢劫之前 先去山上烧了香 他没有像肖强那样 抢劫杀人 而是让车主自己离开 很顺利就抢到了车 到了山西煤矿后 他才知道 这是一个黑煤矿 进去的人 一辈子都很难出来 他在那里 见到了肖强 但没办法报警 他就想在这里杀了肖强 可根本没有机会 矿工们每天干活 吃饭都有人跟着 就连睡觉时 都有人在旁边守着 在那里待的时间久了 老铁的目标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为了杀掉肖强 而是逃离这个黑煤矿 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根本逃不掉 有一个人逃跑被抓回来后 直接拉到了井下 荡着所有矿工的面 用高压水枪 把人活活喷死 肖强也很绝望 他想在井下点火 引爆整个煤矿 被发现后被痛打了一顿 老铁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把年轻矿工的胳膊打断 那样年轻矿工就暂时 不用下井了 随后他就把煤矿引爆 接着警察就来了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人 肖强没有死 在医院养伤时逃跑了 后来又被抓回 老铁也没有服伤 在派出所里 警察对他说了一番 意味深长的话 电影最后 老铁在山上吃力地敲打着石头 那是他的新工作 这个电影名为 人山人海 用这个名字来形容追凶的难度 也用这个名字来代表 底层民众 主角追凶只是一个线索 通过这个线索 来展现不同人物的遭遇 然后提出质问与反思 肖强杀人不是因为仇恨 只是为了几百元钱 与一辆摩托车 在他眼里 人命就是那样的廉价 主角是一个人生迷茫的人 打工回来后无所事事 没有什么目标与追求 当弟弟被杀后 追凶成了他的目标 为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毫无方向地找 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 他偏偏来到重庆 因为那里有他的工友 当工友带他找凶手时 电影给观众展现了 城市的真相 在光鲜的高楼大厦后面 还有如此灰暗拥挤的临时房 他们找到一个很像肖强的人 这个人不是肖强 却被吓得立刻跑开 是什么原因 电影没有说 丢给观众们去猜想 主角之所以会被工友骗钱 是因为工友知道他身上有钱 这种事与道德无关 导演只是展现一种现实 在追凶路上 他还去了前女友家 更说明了他目的不纯 凶手不可能出现在双喜阵 在追凶的借口下 还有隐藏着他自己的小心思 当他来到内蒙找到肖强的育友后 育友说不知道肖强的消息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他 这番话也是意味深长 如果老铁愿意拿钱的话 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可他就是因为没有钱才把摩托车卖了 在旅店里他听到了一件事 这里的女工离了婚 孩子被判给了南方 当孩子来找女工时 女工说自己没钱养活他 让孩子回去找父亲 孩子说什么都不愿意回 老铁知道这些后 就把卖摩托车的钱给了女工 希望他把孩子留下 没了钱只能回家 得知凶手在山西后 他没有足够的钱去山西 就抢劫了另一个摩托车司机 用非法的手段获取钱财 再用这些钱去追查凶手 维护正义 本身就充满着荒诞 电影中黑煤矿事件 在某些地方真实的发生过 那里的矿工就是现代的奴隶 没有自由 没有报酬 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无论什么样的人来到 都会彻底绝望 来此避难的萧强 想要同归于尽 来此追凶的老铁 也想同归于尽 故事发展到这里 达到高潮 观众之前觉得 杀人犯是最可恨的 可看到这个煤矿后 痛恨的对象就发生了改变 这才是导演想要表达的 虽然肮脏丑陋 但够真实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持续关注 请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我们下周见